大家好,欢迎收看杜康斯贝电视 我是来自于Liparator的安德鲁萨克斯 今天做客我们日内瓦演播室的是来自于Godide的CEO 汤姆·辛吉斯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很荣幸 好的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我们谈论到了 如何要在行业中 一直保持着创新 有一个问题 现在我想要与你进行讨论 我觉得你们应该在这方面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这就是外汇交易商 准确地说吧 是零售商进行交易的可能性 上周我在纽约的时候 一些机构和技术提供商 在外汇零售商之间进行了讨论 讨论了关于开展交易的可能性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您有怎样的一个看法呢 是的 关于外汇商的交易背景 我是有所了解的 但是我们接触的最多的领域 是在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 但是 GoDi曾经也只是一个 十人左右的小型的公司 好在 经过我们的不懈的努力 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了 是的 是的 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 经历了很多的业务合作 交易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 交流合作的本质 就是要在双赢的基础上获得改变 在我们处理的业务中 遇到过很多的案例 是为IT公司策划商业方案 通过交易 寻求获得更多的更新的发展 或者是将技术出售给其他的一些公司 购买方有欧盟的公司 以及其他领域的公司 如果进行合作交易 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获得新的产品 是的 提高自身的技术支持能力 这里还有一点 技术性提供商并没有正确的意识到 交易商对他们的喜爱程度 并且这一点在外汇交易中 同样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电子交易行业中 交易的实质是数据之间的交易 所以人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 是在交易有价值的数据 这可能需要收取使用费 是的 数据最基本的使用费以及流量费 这些都是基本的条件 但是这些让交易成本变得越来越昂贵了 对外汇交易商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以及很多的外汇交易商在数据处理方面 做的并不是非常的好 有些甚至任意的使用交易者的资产数据 这是违法的 但是这在很多的大型交易商中出现过 这会使得失去很多的合作机会吧 是的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好的现象 我认为除非有一天 外汇的交易模式被改变了 通常交易商都不喜欢交易 除非是受到来自于监管机构的压力 就像在美国的二元期权市场一样 他们是没有选择的 在三年前 所有的二元期权交易商 他们都有着固定的回报率 所以在我们看来 这就是一种赌博 我同意你的观点 是这样的 对 所以在三年前 很少二元期权交易商 愿意进入美国市场 而现在情况要好很多了 很多的二元期权平台公司 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场外交易市场的潜力 变得越来的越大了 而这里有一些大型的做事商们 他们也在不断的改变和进步中 对于做事商的监管 也应该更加的完善 你觉得呢 我们可以从LMAX作为一个例子说起 作为一个交易商 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外汇交易 而不是从事交易 日内瓦目前的环境 非常的有利于开展技术合作 对 你说的很对 因为瑞士央行的决定 对流动性提供商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同时也打破了市场原有的瓶颈 很多之前掌握的规律 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被打破了 很多交易商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很多的交易商只能做出被动的选择 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进行外汇交易的时候 会被收取昂贵的费用 因为在过去 技术公司只是单纯的提供设备而已 是的 他们现在提供着多元化的服务 除了提供主机 已经逐渐减少了硬件的服务 如果交易也是可以作为一种商品来进行购买的话 可以购买交易的软件 以及相关的具有功能的插件 如果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交易部门 那么我觉得这会在交易上取得一定的成功 是的 例如在两年前 我们看到了Air Max的平台模式 和杜高斯贝银行的G4X平台 因为有银行系统在背后作为保障 具有透明性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 对电子交易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尤其是在欧元和瑞郎货币队的事件之后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涉及到了业务之间的整合问题 因为交易商自身去寻找合适的科技和技术 是非常困难的 是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性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需要像我们这样的角色的人 来进行负责交易商连接的这个环节 连接到流动性提供商 例如大型的银行和主机系统中 让更多的新的技术 结合到自身的交易系统中 我之前在伦敦有一个老客户对我说道 你毁了我们的生意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 因为你令所有的竞争对手都退出了 你提供的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技术 我才明白他是在夸我 我认为只有不断的突破 才可以让交易商的角色不断的前进 让一切变得更有意思 太棒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话题 所以我还是希望在下一期的节目中 可以与勾带在业务方面 进行更多的详细的讨论 好的 再一次的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感谢你的邀请 再见 下次见 我是安德鲁萨克斯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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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